第四话和第三话一样 依旧是让人耐以寻味的文系剧情 唯一的打斗来自奥姑 他的实力很强 仅仅一招就抢走了三千院手指上的扳指 最让人心惊动魄的一幕 莫过于三千院身份被拆穿 在张子凡的帮助之下 王后已经提前知晓了假摇光的身份 而后李存李突然出现 感觉三千院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刀子 因为稍微说错一句话 他就会被王后亲手刀掉 但剧情最大的看点并不是三千院 假扮摇光肯定是李星云的计划 这一点毋庸置疑 原来最后出现的石敬堂 才是最让人意外的剧情 如果要为本画评选一个最强无间道 这个头衔非他莫属 从收尾的剧情来看 张子凡和石敬堂已然达成了合作 那此事交由张天使 朝堂之事 我定当尽力 墨北和七国的战事交给张子凡处理 朝堂上的事情由石敬堂上后 两人里应外合 似乎在下很大一盘棋 要知道 石敬堂可是李思源的心腹 按理来说 他不可能和张子凡达成合作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当石敬堂传达信息的时候 蜀王一等人才会感到害怕和意外 事实上 张子凡和石敬堂站在了七王的阵营 在OP画面中可以看到 石敬堂出现在张子凡的身后 而他们都站在七国这边 张子凡的目的很明确 七国可以败 但百姓不能亡 他的目的就是拯救七国百姓 但在纯净版OP画面中 张子凡依旧站在七国这边 而石敬堂却没有出现在画面之中 很显然 石敬堂是一个变数 他的倒戈可能会引起整个大局的改变 关于第四画中出现的石敬堂 还有一种可能 他的真实身份就是静心魔 静心魔最早是袁天刚安排在李存旭身边的卧底 对于无见到这件事 静心魔很熟 除此之外 李存李和王后议事的时候 李存李故意支开了石敬堂 不排除李存李已经开始怀疑静心魔 从石敬堂俯首屈膝的造型来看 他和静心魔确实有几分相似 而且在第四画开篇的时候 石敬堂把龙袍交给李四元 转身之后的表情也是耐人寻味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石敬堂到最后变成了后晋开国皇帝 当然这是在李四元称帝之后的事情 由此历史光环加成 不排除动画真的会把石敬堂 做成最强的无见到卧底 至于静心魔甲办事静堂这件事 如果真的是这样 只能说明老李的手法越来越高 活得越来越像袁天刚